OK 左邊 右邊 1 2 3 再次見到 OK 謝謝 謝謝 請坐下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婷妮 今天妳相當的有氣勢 因為常常看到妳的不同的場合 都是甜姐兒的造型 而且出來的時候都笑得很燦爛 但是妳今天特別有氣勢 而且很有酷勁帥勁的感覺 對 今天這個衣服 還有這個配件一上升以後 我就整個端起那種名模的氣勢 收起大變身了 收起自己平常很熟悉的笑容 就是一種超模上升的感覺 其實也是轉換一種心情跟態度 這就是專業嘛 但是來介紹一下 因為實在是太特別 而且真的是華麗登場 對 因為我覺得這次 詩華洛斯群元素的所有的配件 其實都是非常大 piece的 然後像我身上這個 其實就是源自於一個法國設計師 設計出來的 然後這個法國設計師 他每一次的作品 其實都是非常天馬行空 而且非常的舞台效果 像這一次他就在我身上 做了很多金屬立體的羽毛 然後讓我就很像一個巨星 好像我現在就是一個歌手在我的演唱會即將登台的樣子 而且如果你在舞台上絕對就是最佳女主角 真的 而且你有發現我就是離你有一點距離 對 因為他其實也是個武器 但是這樣的造型真的有別於你以往的感覺 所以我知道你之前從專業的模特兒 然後進入表演的領域 所以在你之前一定配戴過很多的珠寶首飾 所以在今天現場的展覽當中 除了你今天這一套就是女王的架式之外 你還有喜歡什麼樣的作品嗎 其實我覺得今天台上的每一個作品 因為都有使用我們施環洛斯奇元素 所以在我們的Spotlight打下來之後 它的那個折射光會變得非常的有氣勢 而且有質感 而且在彩排的時候 你跟模特兒大家都互相愛心說 誰比較厲害 對 然後但是真的除了身上這一套之外 我自己非常喜歡是剛剛吉兒身上那一套 比較繽紛 就是第二個段落 然後有很多色彩 對對對 感覺就很像是花園 然後是一種氣勢中 但真的帶一點比較自然的感覺 哇 其實這樣小小的點綴 就讓你的心情大大的不同 而且也很兇 旁邊人一直看到 對 就說你那個鏡子哪裡買的 我自己貼的 所以平常就是可能大家會覺得 我是要比較甜美 可能就是腮紅很紅的那種裝扮 但今天呢 很感謝施環洛斯奇元素 給我一個巨星的風采 然後讓我化了一個 非常貓眼的煙勳妝 然後配上一個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彩場的 的一個飾品 然後讓我登場 所以今天自己心情還滿開心的 只是這一套真的有一點難駕馭 因為他的光彩真的魅力太強了 所以自己心裡就會一直擔心說 會不會被他比下去 那時候在fitting的時候 就看到他掛在人形立台上 然後那時候想說該不會那件是我的吧 結果沒有想到他們就說默默的說 欸妮妮你是左邊那一套我就心裡暗自雀躍想說太好了 今天我贏了 其實這個配件呢 它所有上面的水晶都是來自於施環洛斯奇元素 然後它是一個出自於法國的設計師 然後這個設計師之前的作品也都是非常就是這樣子很大件的 然後比較屬於天馬行空比較屬於舞台式的 那這一次呢在我的 呃它其實算是一件皮尖 但是它使用了非常多立體金屬的羽毛 然後去把它做起來 然後上面有很多立體的 有我有點難懂 就是它的每一個羽毛其實真的都是很立體 然後上面的線條都是很鮮明的 所以它的作品就真的非常適合登上舞台 其實就有點像中古世紀的那種女戰神 其實設計的靈感一直都存在於自己的內心當中 只是設計出來的東西到底好不好看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現在就一直都有把自己的隨身的一些小物品 就是加上一些水晶啊 然後我覺得水晶其實就是一個很適合初學者啦 因為你只要隨便黏 只要在你有光的地方 不僅不管是太陽光 或者是現在的這種聚光燈下 只要它一貼上去 它接觸到光源它就會閃閃發亮 其實就是就算你連的圖案不好看 只要它一閃 你就會覺得哇好有質感喔 就有一點幫它加分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適合 就是設計想入手的女孩們 就是很好入手的一個單品 再過不久應該就會跟大家見面了 然後只是細節的東西 現在還在最後確認的階段 所以可能下一次我們見面的時候就可以告訴大家 然後自己也非常的期待 因為就是還是會有一點吸引上升 所以現在就會一直看著電影 或者是看著電視劇就會開始想像說 如果那個角色是我來演 不知道會演成什麼樣子 所以就是很感謝大家期待我的下一個作品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非常非常的期待 其實就不設限欸 像今天因為我覺得模特兒一直以來都是可以嘗試 各種不同類型的工作 然後所以在每個領域都會覺得自己嘗試過了 像今天就嘗試過了這種中古世紀戰神女神的風格 所以在演戲上面當然也就像在秀場一樣就不設限 只要是我覺得自己可以駕馭得了 譬如說如果現在要我演個 就是帶著孫子上街的阿嬤 可能就會有一點奇怪 但只要是在我可以駕馭的範圍之內的東西 其實我都會想要嘗試 好 謝謝 類似的 好